这个龙台头啊 在元朝的时候 刚好碰到一天 这是二月二 跟金哲同一天 元朝人稀里糊涂的 把这一天定为了 为了老百姓方便 其实上面也是一样 他就是这么认为 不是了 实际上这个前后 当然也差不了几天 但是 这个星相 他 这个体系的参照 到底是以哪个为止 我们八字里面 是由这个七乘四语演化 提炼出来的 那 八字就是以节气为止 也就是这个二十四节气 金哲刚好是 这个东方苍龙七秀 28星秀里面的苍龙 角苏一角苏二两颗星 露出地平线 就是叫 龙太头 一经里面 这个钱挂 钱龙物用 我们可以想 这个龙自然是在下面 现在龙太天 这个龙就出现 可以看到了 包括后面的那些油 都是 以天象 天象 天象 心体的能量 为什么说天上有什么 地上有什么 将对应的事 都是一类 天象 自观中 山一星降五 星在中间 也叫命 星命之血 八字就叫命 提成四语就叫星 那阴历 这个二元二 因为在唐宋时期之前 在唐朝的时候 就每个月都有节日 二月没 刚开始定位二月初一 后来宋朝 宋人 感觉这个不吉利 因为那个时候月亮 属于惠月 就是阴气最重的时候 我们现在科学知道 月亮是反 反射太阳的光 那十五的时候 他就偏阳 那初一三十的时候 他看不到 就是最阴的时候 所以认为这个不吉祥 也是有一定道理 人间以阳为尊 成阳一阴 那形象 像紫围斗树 这些 跟阴历 也是很有关系 但是 真正的龙抬头 我们也可以反推 说 民间俗话二月二 龙抬头 八月二 龙收尾 那这个八月二 二月二 怎么那么巧 在这个论节气的时候 那这个四阴阳 经哲 属于这个四阳阳 阳阳 阳阳 第四个 然后八月 然后八月 阴历的有月 它是 这个 第四个阴阳上来 所以说可见 这个 这个 就是以 节气为准 因为这个十二批挂 是以节气为准 而阴历前后 它是 为了 对应这个 阳历 因为抬头 我们都看到 这个月亮 老百姓都能认识 那星星 那不是星象 很少朝代 有老百姓懂 也有 曾经松朝 老百姓都知道 七月流火